字幕提供 好的 感谢亭娟 MSCI尾盘大概我刚刚看了一下 像这个台积电8万多张冲出来 大概跌两块就维持平盘 所以说这尾盘没有什么大变化 大概是30点左右 二三十点变化 如果是涨55点 可能就变成涨个20几点 30几点做收 但是今天还是涨的 各位每逢周二喜事多 各位今天早上的一个美盘 是不是一样再创历史 新高 那晚上又有什么样的喜事 蔡老师帮你准备了产业面的东西 又是轮到礼拜二 各位对不对 所以你除了现阶段收看完之后 你晚上八点到八点半 因为蔡老师现在也不晓得 是八点还是八点十五 反正你记得八点到八点半 时间要控给蔡老师 你收看本台 如果你想要在股市赚钱的话 因为蔡老师什么东西 都跟你讲在前面 产业面的变化在哪里 都在蔡老师的掌握里 各位 第69集 11月26号 今天晚上要讲的题材是 台湾医疗科技展 新医学风潮 会带动的相关个股商机探讨 你在这边看到的全市场 只有我们独家会领先跟你讲 这些东西就是法人后面会去想象的一个题材 蔡老师每一集每一集 全部都放在 屏风大中华 在生活圈 来让你公开验证 我就希望投资朋友 真的能够 把这个行情 从头吃到饱 各位 还没加入的 赶快打开手机 打开LINE 加入好友按一下 官方推荐显示 全部按一下 接下来你打两个字 打屏风 你把它按加入 你就来到蔡老师的保护伞里面 屏风大中华 在生活圈 盘市涨完了没 当然还没 为什么 因为本土法人也受不了 今天进场追价 各位 本孟比阶段正式开启 一直到明年3月31号 那明年的1月11号选举怎么办 各位 目前政治盘 还是一样对伞户有利 各位台股做收 尾盘涨15点 压回来40点 合情合理 你如果说后面打了两三百亿 这个盘才压回来40点 就如同我们的一个什么 顾立雄顾主委 我觉得现在 不用找分析师解盘 因为这些媒体 都去找金管会主委解盘 什么股市大波动 或者什么大波消息 都问我们的顾主委 今天你是看多还看空 各位对不对 所以呢全部都要讲得很全面 我也每天都在看这个新闻频道 新闻频道 各位 那至于说盘是怎么的发展 来各位 一如蔡老师所跟你预估的 来 选举进了变化就变多了 各位有没有 上礼拜五是不是开低走高 涨8点 昨天的盘原先要大跌了 尾盘只下压一下变成跌5点 那昨天没有说看到蔡老师 蔡老师也没有放弃各位 我昨天一样有录制盘后的影音节目 放在我的品封大中华生活圈 我希望投资朋友都要养成习惯 要赚钱来找蔡老师就对了 各位 今天那个盘是再涨15点很正常 各位 10668后面一定过 为什么 因为10656已经过了这边的实体反压 10653 所以那个10668是虚价 那个不会影响到这个盘 各位 今天的一个盘 开高震荡之后 尾盘 MSCI调整 涨个15点够多了 各位 高档震荡 盘是跌不下来 看空的 全部都惨了 因为股票涨不停 各位 你说这个指数 其实有没有涨15点 或者是跌15点重要吗 重点是你买到的股票 创新高不就好了吗 各位 各位是不是 那我跟你讲 我今天盘中还看到一个现象 本土法人受不了 因为美股一直创新高 他们压抑了一个多月 今天出手了 所以未来重视外资 因为今天新台币没有动 对不对 所以今天的外资 他也不会大举的买超台股 因为MSCI的动作 估计是要流出500亿台股 估计要流出500亿台股 的一个什么 一个台币嘛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 昨天为什么还买超啊 15亿啊 各位 所以逻辑性就告诉你 今天重视调节 其实钱啊 可能还是会留在台湾 各位你知道 当人也有很多 并不是真正的外资 这也好事 很多大股东寻求的 也是一个外资的管道 这是你们一般说的假外资 反正对台股有利的 台股走在对的道路上 多多益善嘛 各位是不是 来昨天的一个外资还买了14亿嘛 各位对不对 法人我跟你讲 法人要转买了 今天的动作 所以说台币 如果后面外资啊 结束了这一波的折腾 明天又开始啊 大幅度的一个升值怎么办 那就我跟你说的 做梦做梦做梦吧 做梦难道会卡在11668吗 11668吗 不会卡在11668的各位 所以台股是走在对的道路上 还是居高思维都对嘛 你今天你去爬山 哇你说啊 我不要在啊 城市里面当熟人 我要在山顶上当仙人 对不对 很棒嘛 但是你爬山要注意安全嘛 居高要思维嘛 你万一突然之间山中小径啊 你一个什么 一个狼腔叠下来怎么办 就不见了 你的人生还当什么仙人 真正去当仙人了 各位 已经从熟人变成仙人了 对不对 成仙之路 不要这样啦 还是要回到熟市里面 对不对 大营 隐于市嘛 小营隐于野嘛 各位对不对 专业操盘正面迎战 各位是不是 今天蔡老师带领学员朋友 买进2383的一个台光店 各位为什么 担很久了啦 各位啊 CCL三雄台光店是其中一档 但是其实他做的 跟联帽啊 跟台要不一样 而且台光店今年是一个大转机 之前高点来到142块 因为他抢到苹果的 九成的一个单子 各位 这一波的一个回档 从创新高137之后拉回来 破120 二横盘整理 在今天出现带量 往上来做一个攻击 我们就今天来做一个买进 为什么能够这样 来还没讲完 CCL三雄另外一档 蔡老师持续跟你追踪的连茂 这一波从166一样做一个拉回 拉到多少 拉到128 各位对不对 那我为什么跟你说 要注意了 因为今天也一样带量转强 因为礼拜五 11月29号 他在证交所会做业绩发表会 这六档个股 我从月初就已经跟你说过 为什么盘面你不要去看空 因为题材性真的很多 可用资兵很多 不要一天到晚都牵扯说 政府选举前要做多 那可能二三十年才有用 现阶段不会这么干 因为台湾股市就是充足的一个什么 诱人的市场 会吸引外资陆陆续续不停的一个买进 来各位 明天开始 投棒交给联发科 对不对 礼拜四交给泰塑 交给仲达 交给利基 去美化4968 礼拜五交给全新2455 再交给什么 6213的联罢 我上礼拜五已经跟你讲过 来各位 外资点名了 CCL族群 来 联帽 台药 我说台药套牢很多人 对不对 主力大物一大堆 他们在自救 台光店2383 各位 是不是要有这样的一个逻辑 对不对 所以说本土法人进来 来任养股票 那就太棒了 赏户你又再一次的一个发大财 大盘未来 不会这样的一个什么 一个乡型 很多个股会喷出 喷出再喷出 各位 美食 这一波的一个回档 蔡老师就已经跟你讲 105 106 你看真的 11月21号来到105 对不对 从113.5拉下来 拉了8块5 然后呢 今天11月26号 涨到116 再创新高 我什么时候讲的 11月1号讲的 今天已经26号了 各位11月1号 当时美食还在100块以下 97块7 各位对不对 当天收盘 100.5 是不是 我就跟你讲 我们买好了 准备大赚 选举行情 生计重磅 对不对 美食 开始往上涨 涨到113.5 各位是不是 上礼拜还跟你讲什么 我们再买蓄付 有题材 各位 为什么有题材 你晚上看蔡老师怎么讲 各位为什么 生计股 我晚上是不是跟你讲生计股 对不对 是不是一买又大赚 各位是不是 昨天 蔡老师没上节目 我在YouTube有讲 续付 115啦 历史新高 118 插3块就创新高啦 题材在哪里 今年前三季 就赚得赢去年的一个什么 一整年 赚赢去年整个的一个四季 所以我这边才会跟各位说 台湾医疗科技展示下礼拜会出现的一个什么 一个生会 今天早上 一个瑞士的药厂去合并 去把它诟病掉 美国股市的一档生计股 那一档生计股大涨了23% 很奇怪 蔡老师五六日带领公司研究团队 我们得出的一个主轴 我们礼拜一盘前丢给电视台 结果今天早上礼拜二 进来美国股市又出现这个生计的一个重磅消息 而且是喜事 诺华药厂 瑞士的 一埋 哇大涨23% 台湾股市有那么多好的生计股 各位 如果后面被哪一档啊 国际大厂向重 哇 各位台股的生计股又引爆了 所以说下礼拜12月5号到12月8号 台湾医疗生计展到底要长什么样的题材 蔡老师都帮你准备好了 各位 再来看看啊 重量级的一个电子股 来台积电 要跌 台积电又不买了 你要跌去哪里 你看这一波看空的多产 上礼拜都已经密集的补了 对不对 VS指数富邦 你有没有看到 看空的融资都被断头 强迫回补 各位有没有 我就跟你说嘛 你知道台积电现阶段多厉害 据蔡老师了解产业 这个台积电的一个7奈米 包括7奈米plus的量率大概超过50% 那你知不知道三星现在多少 三星大概三成不到 那为什么要讲台积电跟三星 你知不知道 联发科今年走大运 你说老师可是今天联发科没有涨 尾盘 当然就知道外资要卖 电子全职股的一个几率很大 所以联发科怎么会涨在今天 他明天会不会涨 我笑一下 各位因为他的一个题材性都出来 为什么当初跟你讲联发科要找台积电包厂 因为台积电的7奈米量率就这么高 各位你看联发科距离新高一步之遥 各位联发科今天有什么消息 5G晶片竟然打入了Intel PC心脏 各位这个是我们在走产业链里面 最预料之外的一个天大利多 你可能不清楚 联发科以往都是做手机的一个AP的 竟然有办法切入Intel Intel竟然找联发科合作 不找高通 哇联发科这个柄座大 后面联发科的一个想象空间 要怎么走 各位你看联发科5G搭配神队友 Intel 这后面蔡老师在跟你讲 为什么今年2019年我跟你讲的四次联发科 我跟你讲产业面 各位有没有联发科 联发科 从200块涨到400多块 选好股好选股股选好 你有没有到达这个境界 各位 你得出这个结果只是赚多赚少而已 你要赚多你就要忍耐 因为它震荡之后还会走高 你要赚少没关系 你有获利你就获利入带 这是蔡老师的原则 我就挑好的股票让你赚钱 一切的东西叫做让专业的来 各位这样好不好 产业选股战胜你投资的恐惧 枪在手钱在你的手 要怎么在股市发大财 跟着蔡老师走 蔡老师带领你一档题材 一档题材的赚不停 好好把握广告中的咨询专线 我们先把时间交还给婷娟 好的 更多操车的建议管会来 继续再请丰盛老师帮大家做解析 欢迎回到一眼新邦 进入大盘观察个股掌握 再请教丰盛老师 好的 感谢婷娟 今天是农历的12月初一 那记得要吃素 不是啦 就再过一个月之后 我们就要过年了 各位 今年又快要过去了 今年这个几亥年 数租的年就要过去了 各位 那怎么办 你今年的行情是不是错失掉 如果你今年的行情都有把握的话 那你是不是在近期 你偏空 又把你的一个什么 获利倒掉 各位怎么办 来跟蔡老师联系 各位 所以我跟你讲嘛 你看蔡老师这个方向完全没有改变 产业选股 获利必然 各位对不对 帮助各位快两年了 什么叫散户的守护者 你的老师做不到啊 因为我都领先讲嘛 各位是不是不然你自己去看嘛 哪个老师能够像蔡老师这样做节目 你现在看到我的节目 你看到旁边有没有live 有吧 都及时的 蔡老师很讨厌做预录的 做什么预录的 你知不知道蔡老师20年前出来 我接call in 一个晚上我接200多通 各位 你知不知道 所以蔡老师 很早之前就退休了 各位你知不知道 要不是看待散户你孤苦无依 我干嘛两年多前 我再重新出来帮助你 各位 所以你看看 你自己去看屏风 为什么短时间内 就三万多人加入 我没有要选立委 各位你知不知道 政治的东西蔡老师都不碰 我只讲帮助散户嘛 各位 现在就是本梦比阶段 各位你如果觉得今天涨15点 涨不多 后面还会涨更多 本梦比阶段 各位你看看 明天 联发科 再来泰塑 重达 立基 对不对 全新联帽 这六档股票 证交所点的嘛 各位是不是 谁涨最多 联帽 今天涨得快6% 拉到143 各位 所以我问你 台股走在对的道路上 居高思维 通通对 通通为了散户好 所以我们的顾主委讲的一点都没错 是对的道路上 但是对的道路上还是有风险 所以居高要思维 是不是 对 但是不是叫你线路两难 这到底是要买还是买 你做功课 你又知道什么路是对的嘛 各位对不对 你如果领先知道产业面 或者你知道这个产业面 后面法人会来琢磨 各位是不是 那不就得了吗 各位 专业操盘正面迎战 有什么好惊的 各位 不期待美股天天创新高 期待的是 你有专业的能力 没有专业的能力 来借历史力 来借蔡老师的能力 各位是不是 洪海 压三天跌多少 就没什么 法人明显态度不同 你知不知道 没照以前这样上去 早就下来了 那法人为什么会有 这么坚定的信念 我问你 其实法人对洪海 这一次看法真的不一样 我们每天看到业界 这么多报告出来 我就知道洪海不一样 不是叫你买洪海 而是整个洪海集团 不一样 真不一样 你看看 蔡老师上礼拜二 跟你讲的洪海第二档个股 对不对 年报 每年的3月31号之前公布 这段时间是本梦比忘记 我跟你讲 洪海如果不一样的话 你看讯新 这一波已经涨翻了 押回来19天 我们介入 今天是不是再创近期新高 147.5 收盘收多少 收147 尾盘 不是说外资要卖 怎么还满讯新 各位 所以股价的相对位置 会决定外资的买卖超的一个什么 一个力量 6451的一个讯新 今天收盘是不是收147块 我们请导播打给大家看一下 147 对呀 各位是不是 真顶 你说老师 真顶也不错 之前涨一波 这一次怎么上下两难 对 因为有特定人想要介入 我相信这是大股东 任养的一个什么 一个股票 现阶段是MPI跟LCPR在讨论 因为市场上想说LCPR这个针顶也会受费 因为棚顶受费 各位对不对 但是后面法人报告又出来 说不对 这个LCP这个高阶的一个天线 它的原料 是摩拉塔那边 日本才有供应 你台湾厂商就算拿到也是很少 所以你没有办法大量出货 各位你知不知道 这一些产业面的变化 你都不知道 那你怎么可以讲说 我就是瞎着摸相 你摸到跌的时候 就说台股惨不忍睹 摸到涨的时候 就说台股没有风险 通通错 你不够全貌 各位是不是 景顶 是不是忘记 对吧 你看 今天马上就转强 我就跟你说 红海为什么不一样 我取化汉就好了 化汉 这个本益比较不较吗 这本盈益率 不到5% 各位你可能不晓得 跟他对抗 领先他的是 2395的盈华 为什么蔡老师 比较看好盈华 当初我就不看好化汉 化汉一天 病病病 病半半 盈益率毛利率 都是盈华的一半以上 一半以下 你知道化汉的盈益率 不到5% 人家 盈华的盈益率 17%多 各位 所以盈华300多块 化汉200多块 但是不代表 他不会涨 各位你懂我的意思吗 现阶段法人圈竟然连化汉都有兴趣 那鸿海集团的股票 岂不活蹦乱跳 各位是不是 那台股怎么会压抑在11668呢 你也不要一天到晚都期待台积电 连发科一直涨嘛 大力光还没起来 对吗 预金光准备好了 有没有看到 各位 你看看我上礼拜跟你讲 面板股 你不要跟我讲 面板股买不起了吧 那真不要做股票了 我说面板股 蔡老师觉得产业面出现了买讯 有没有 韩国要减产 减产40% 上礼拜是 友达那时候还跌 我就跟你讲 枪在手跟我走 有没有 群创也一样 你知不知道友达今天 走短线新高 法人有买吗 你知不知道群创也走短线新高 然后呢 重点在 昨天外资竟然有办法 一天就买6万7千张 群创 友达当初都外资在卖 如果外资要买的话 那怎么可能会不会去 更何况 套老的散户都是二十几块套老下来 为什么 因为净值一档25块 净值一档20块 当初拉到净值的时候 你们就觉得 好便宜赶快买 结果套了三四年 有没有 怎么办 找蔡老师帮你解套好不好 各位 11月份电视面板已经全面止跌 各位 光电 大力光镜头 什么时候要涨 时间倒数计时 各位 玉金光 现真结束了 有没有 有没有看到 最大募资暗程了 各位是不是 我上礼拜四 上礼拜二 讲的产业面 第四档就玉金光 自己去看 时间不够 已经55分了 来 望宏 你看 我们都帮你能抓到这些好的股票 让你好好的去赚 有没有 甚至于说什么 元太 有没有 有吧 元太 是不是 一卖掉之后又涨不动 美率是不是天天涨 公司派很诚实 11月营收比10月好 12月营收又比10月好 股价上来 外资昨天单日买了2000多张 外资怎么会去买美率 真买美率 各位 细创也一样 短底出现 神盾指纹辨识大家烦恼一大堆就跟你讲说什么 整个的一个苹果 未来明年的一个什么旗舰机还要用指纹辨识 AMD概念股什么 建策 今天还创新高 各位是不是 所以得出的结论是什么 战胜你投资股票的恐惧 要有秘诀 这个秘诀就是蔡老师出来的一个关键 我帮你做产业选股嘛 挑对的产业 挑对的股票来买 你又不会去拖这个大拌了嘛 各位 不然你一天再有大拌 当时这样震荡一下 你又怕要死 不然又去让大家说 那二两三千点 怕怕死 都没赚到 对不对 赶快来跟蔡老师做联系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产业选股 战胜你投资的恐惧 枪在手 钱在你的手 要怎么真正的在股市发大财 跟着蔡老师走 跟着蔡老师来布局会长的股票 我们把时间交还给婷娟 好 非常感谢来宾的分享 提醒观众朋友 节目当中的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海峡独立判断 显现评估风险 与俊涛的胜利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